酷炫的寬厚方形车头 车子慢慢爬升到舞台上的缓坡 中国电动车品牌BRD 首款皮卡车 Shark 在墨西哥市首次亮相 不过选的时间点非常敏感 因为就在发表前的几小时 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车 寄出超高关税 一口气从25%跳到100% 美国贸易代表署 在白宫记者会中 被问到比亚迪可能会 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 对此署方表示还在讨论当中 比亚迪之前推出的海欧车款 经过美国拆解分析汽车公司研究 发现公益完全不输售价三倍的美制电动车 表示美国厂牌不仅设计过失 还有成本过高的问题 这间汽车公司甚至警告 若美国厂牌再不改革 将很难与中国车厂竞争 显然拜登寄出的关税举措 只有浓浓的惩罚意味 很难从根本解决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